港方在會議上提出逆向隔離的建議 即是香港赴內地的人員 先在香港隔離 再以閉環的方式進入深圳 以符合內地7加3的隔離規定 粵方和深方都表示支持 並且同意設立專班 去共同商議細節予以落實 在雙方達成方案的時候 會按程序去報批之後實施 港方的專班由政務司司長帶領